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回主动权 制造对的环境 摆正态度不断激发自己 所以才能越战越强 脱颖而出 锐味国际 领袖表扬大会 一个见证实力的荣誉时刻 他们跟大家一样 不断经历新的难题及挑战 一次 两次 三次的打击 一次 两次 三次再重启 每一个人都在过程中变得更加强大 这不是因为强者无惧 而是强者不管在任何处境都看得清局势 但是 也惊得起考验 他们肩负不负初心的使命 他们担当引领者的角色 不要成为那一个 而是要成为下一个 DON'T BE THE ONE BE THE NEXT ONE DON'T BE THE ONE BE THE NEXT ONE 不要成为那一个 成为下一个 是的 不要成为那个Diamond One Star 成为下一个Diamond One Star 不要成为那个Team Elite Pavel 成为日月国际的下一个Team Elite Pavel 不要成为那个飞马 你要 你就成为那下一个飞马 大家好 我是林文峰 日月国际的执行总监 感谢大家收看三个月一度的日月国际表扬大会 今天的大会主题 DON'T BE THE ONE BE THE NEXT ONE 不要成为那一个 成为下一个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句话 不要成为那个飞马 你要 你就成为那下一个飞马 你看 同样是飞马领队这个阶级 可是这两位飞马领队里面的含义 有着天和地的差别 是的各位朋友 我们要做 就做到最好 要做 就做到最快 不然干脆不要做 在那边等待所谓的时机 绝对不会帮助你成功 你在等待时机 别人也在等待时机 在reway 真正好的时机 最对的那个时机 是自己创造的 你必须要为你自己创造足够多的理由 就完成更大的目标 等待绝对不能帮助你更成功 我们会加入这个行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们自己本身能够去控制的 我们不需要等待所谓的时机成熟 不需要等待周边情况好转 不需要等待你所谓的那个问题解决过后 不需要 此刻 不管你在地球的哪一个地方 你只要自己足够想要 你就能够想到很多方法 去达到你自己本身的目标 去创造你自己本身的奇迹 因为接下来 要被表扬的这群领导人 已经足够证明 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不同文化背景 各自都面对着各种不同程度的挑战 而他们却能够在几十万的re-way人里面脱颖而出 在竞争这么激烈的re-way国际环境里面 成为遥遥领先的胜利者 此刻的我感到非常荣幸 能够有机会跟他们这样的人 一起并肩作战 所以现在让我宣布 在这些人里面脱预备的 其中傭副成的 其中, 其中,兴趣的顧童 是自己受益成的。 到任何种意的顧童 是自己受益成功。 而是在任何人变成功, 所以期限行与提供更多分之力, … 你才能自己受益成功。 准的所有的顧所的顧童 明天才能够认识 取代表解释成功 有些是个人的规定 他们的出发给大家光明 晚上的双眼睛 把他们的双眼睛 把所有思讯都逼中 但是人家的双眼睛 让人从政中赌心 来自行为这个音双眼睛 因为你无法受灭 会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是范图腾书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Khả năng tiếp thu mạnh mẽ Cho phép họ liên tục tích lũy và học hỏi Không đầu hàng trước khó khăn Tích cực xây vững nền tảng Cũng cố mọi điều cơ bản Và trở nên mạnh mẽ hơn Chỉ chờ lấy thời cơ thích hợp Phát ra tiên lửa lớn nhất Vì họ biết Số phận nằm trong đôi tay mình Và thế giới đang giỏi theo Chờ đợi họ Tạo nên điều kỳ nhiều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能力を育てることに集中した 必ずや大きな行いを成し遂げる 大きな行いを成し遂げ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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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きな行いを成し十分に裏け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triving hard is to realize those big dreams, break through and become a stronger version of yourself. Their spirit of true passion and positivity allows them to fulfill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Doing whatever it takes just so as to protect the team. Because with trust and hope of their team, they can create a world that solely belongs to them. 经历过磨难、遭遇过困境, 这都是他们成长的代价。 对组织负责任, 拥有积极贡献的心态。 追梦需要激情, 圆梦需要奋斗, 这就是他们的答案。 满腔热血, 勇往直前, 一起约定未来的誓言, 勇于付出, 敢于承担, 才能成就非凡。 胜利将不止属于一个人, 而是我们。 劇集团的 不可能成为了解他们的方法 探索的方法 是他们的兴趣 他们要学习更多 得到和学习的经济 和做一些很简单的续续 续续续续 melampaui batasan hari demi hari bekerja bersama untuk terus berjuang Bahkan, jika pasar memberikan mereka rentangan dan ujian yang lebih besar kerjasama dan kontribusi rekan tim mereka memampukan mereka mengakumulasikan pengalaman bertahun-tahun dan menghadapi tantangan tak terbatas Itulah keyakinan teguh mereka Dalam berkontribusi 世上 没有比付诸行动更叫人心服口服 最厉害的武器 就是点燃他人心中的火苗 他们尽责做出指导 下定决心 兑现所言 带领团队去拼搏 不断积累自信 创建团队的无限可能 用积累承载荣耀 用实力收获光辉 他们的拼近 终于他人安心的信赖 找到人生万般精彩的闪耀时刻 同心同德 才有如今荣盛的光辉 他们 他们 将百分之一的可能 用尽百分之百的拼近 来达成 奋斗 奋斗 从未停歇 纵使挑战 却不觉孤单 他们拼勇 更拼智慧 一路披荆斩棋 逐梦而行 主动出击 化成反击的推动力 持之以恒 收获无数掌声 更想续血荣耀 继续打造辉煌的历史记录 立定心智 全力以赴 他们的士气赋予 源源不绝的能力 无论什么情况 都无法将他们的目光 转离终点 即便再站起来的次数 总比被击倒的次数多 他们总是一心一意 齐步共进 宁心俱能 他们坚定的信念 让人打从心底接纳和信任 强大的内心支持他们 度过重重考验 不忘初心 以倔强的精神 为自己狠狠地疯狂一次 人生每个拥有 不会是理所当然 人生每次机会 可能是最后一次 只要心有勇气 就能从挫折中学习 取得胜利 只要心有志气 就能征服一切难题 赢得主导 只要心有梦想 就能点亮所有希望 突破重围 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我们代表我们的区域 我们代表我们的团队 我们在汹涌巨浪中继续并肩作战 现在是如此 以后也是如此 因为我们都是VV人 VV国际从新加坡开始 已经成立了13年 今天已经进入世界这么多的地方 除了我以外 还拥有这么多不同国籍 不同族群的VV人 此刻的我 真的能够身为VV人 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无比的自豪 他们都是称起VV各个地区的 关键人物 没有这些人的强大 就没有今天VV国际的辉煌 他们所做出来的成绩 也已经证明了 此刻的你正在面对的那个问题 并不是阻止你前进的真正原因 真正阻止你的还是你自己本身 所以我知道 只要你跟他们一样足够的想要 你也可以成为那下一个成功者 而接下来的北岸环节 将会再一次的证明 外在的因素 绝对不会阻止一个人去成功 因为再难的事情 也会有很多人成功的 而相反的 再容易的事情 也会有很多人失败 而接下来 另一位国际的首八强 将会证明这一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个人拥有公平的机会 他们步履一致 他们彼此激发 圣人者有力 至胜至强 我们一起 创造这片天 我们一起 成就无数梦想 不要成为那一个 而是要成为下一个 Don't be the one Be the next one Reway国际至尊八强 我们一起为集体荣誉而战 我们都是另一位人 成功是拥有砍掉重练的勇气 以前我这样想 我没有骗人 我也很勤劳 为什么老天人会对我这样 我以为我的人生 就是这样过 没有机会再翻诊 现在回头看 我真的很感恩老天人 所以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都只是一个过程罢了 凡事发生必有其目的 而且坦白说了 这个过程 让我更珍惜现在 每次在任何一个活动的话 你都会听到一个声音 Yes! 对! 那个声音是我喊出来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 当我喊出来的时候 我可以拿到一股很大很大的能量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做得到 坚持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在健身这个过程 我真的很感恩 我自己本身能够坚持做到 而且这个过程真的是不容易 有些时候真的很想放弃 不过真的 只要你一直坚持 一直坚持 一直坚持下去 请你相信 它会成为你一个习惯 对我来说 能够贡献是一种福气 能够在一起也是一种福气 尤其是当你看到团队 一个个成功的时刻 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幸福 感觉自己很幸福 看到身边的人相亲相爱的时候 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感谢观看 Lakukan sesuatu tanpa terburu-buru dan tanpa tergesa-gesa dengan mantap melangkah maju menuju tujuan 她是一种福气 Supreme Pegasus VIII One Ring Hasim 当时 moment 我就跟着很多事 一种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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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有没有准备的机会 因为我们有准备的时间 要建立一个真正的 你必须确定在自己身上 自己必须确定 你必须确定在自己身上 我们必须确定在自己身上 我认为坚定的 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在自己身上 我们必须确定的 因此需要肯定的 创与我们的过程 我们必须确定 要在自己身上的应用 把自己的关系 您的信仰 同时的一步 您的分cipe 您是这样 您的意思 您干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绝不后退 每天都是充满奋斗的感觉 就像是每天都活在成功的道路上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我很感恩能够拥有这个体验 VV这个平台 它可以让我们获得很幸福美满的人生 因为只要我们想要的话 只要去努力 只要去坚持 还有只要我们不断地思考 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放下过去无忧无虑的生活 拥抱蜕变后的自己 它在这里找到了自己 找到了事业 找到了成就感 也让自己成为了家人的骄傲 孩子的榜样 对我而言 真正的使命感 其实就是让每个人看到 自己想要的每一天 在成功的道路上 每一天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成长 明白自己要去的一个方向 然后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付出 不断地有突破 不断地知道 这个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能够协助更多的人 能够有同样的脚步 去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成功 它跨越与生俱来的限制 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样子 闪烁如钻石 发出耀眼光芒 我想对未来的自己说 这段时间的努力 都是值得的 真正的领导人 无畏无惧 创造挑战 跨越挑战 带着这种精神 它超越了无数的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我的要略使命 就是要树立一个榜样 因为大部分人对直销的印象 都不是很好 那我觉得我的使命就是 能够把自己本身做好 那我们做好的时候 就会颠覆很多人对直销的看法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他不动摇 不后退 力争向上 很多人说我越来越成熟 其实我觉得年纪是其次 重点就是这十年来 经验的累积 所带给你的自信 以及智慧 还有很多的经验 包括你很多 处理问题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 Li-R-V-Way 确实让我成长 变得更加成熟 G-R 不断复制专长 绝教引领梦想启豪 虽然我现在没有从事法律工作 但是我帮助更多人解决问题 虽然我不是医生 但是我帮助更多人身体健康 虽然我不是企业家 但是我帮助更多人事业成功 其实在Li-R-V-Way 不断地会有新的伙伴进来 对他们而言 都是一个迅心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责任 去协助他们 能够很快地 涌入Li-R-V-Way的文化 很快地在Li-R-V-Way能够成功 我很感谢自己 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我也感谢自己 可以保持初衷 很多人以为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歌手 所以自然地很厉害演讲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厉害唱未必厉害讲 从在台上表演 到在台上演讲 这是一个需要很努力地跨越 也是一个需要去修炼的过程 我跟普通人唯一的区别 也许只是我并不惧怕 离开 气场是一种自信 是一种淡定从容 是一种丰富的内在的外在体现 我相信 一个拥有信仰的人 再加上他丰富的市场经验 他一定会拥有强大的气场 他永远冲锋陷阵 站在团队前面塑造榜样 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往往就在于 习惯在在自己的立场去思考 所以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如果我们都学会换位思考 学会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的话 也许很多问题 他就能够解决或者说平衡 当然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并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做到 很多事情将会迎刃而解 他敢于从激烈的市场中 乘胜追击 把握机遇 没有什么迟路弯路 只有一直往前迈步 使命跟责任是并肩的 很多时候责任感会造就你的使命感 什么是我的使命 把团队带好 把立威做好 我希望每一个加入我团队的人 都会说一句 我跟对了人 我希望我所有的伙伴 都能够得偿所愿 这就是我的使命 我是Celeste Zhang 我们不甘于平凡 我们要成为主持的荣耀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比不成功 还要辛苦的 乍打一点说 其实在2020年到今年 我们实现了我们人生 非常多的梦想 也帮助了很多人 实践了他的梦想 所以我经常跟很多人 说我非常庆幸的 我就在旅渡 所有的自我设限 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想象 他要的不是超越别人 而是成就更好的自己 有很多的人 每一天都在加入旅渡 所以我们除了责任以外 我觉得我们就是他们的榜样 那么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来让更多新加入的那些伙伴 能够看到Viris能够做的 那些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简单的事 从简单中磨练出超凡境界 我就在思考 在Viris里面得到他人生的目标 实现他人生的梦想 很多人会觉得我们是被摆上神台的 而事实上 我们在Viris做这些非常有意义跟价值的事情 Viris是属于大家的 我在Viris得到的亏属感是不一样的 我会更认真地做Viris 是因为我在Viris找到我人生的价值 他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就一番大作为 Team Supreme Pegasus 9 Tree Rings Joe Lee 我是David Yu 加入Viris之前 我只是一个消费者 因为这个产品真的很好 觉得这个公司 它的文化也很好 就感觉到蛮有兴趣的 越做越有信心 越发展就越大 就感觉到这个平台真的是对的 我的方法是用行动 讲到做到 做给他们看 希望他们看到和相信 我是很认真的 这样子来影响他们 我们自以为的极限 其实只是别人的起点 尽力做好每件事情 平常心面对每个挑战 我没有读过书 表达能力也很差 我又不认识字 又没有做过直销 又没有当过领导人 你问我难吗 我遇到了什么挫折 给人家批评 给人家买烟 这个都是一个过程来的 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表达 这个是我的真心话 人是这样的 就好像我唱了那句歌词 迭迭公音求饶罪 每听一次 我就有很深的感受 真的 不可以做住等好命 在过程中里面 不断地坚持地去学习 而造就今天我的成功 成功真的是高相信 所以我希望 大家认真地看待这间公司 给自己一个机会 挑战你自己 不管环境如何变化 如果你害怕 就会被淘汰 他用一生制造故事 用故事创造生命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退休 因为还有很长的路还要走 还有很多人要帮 我的目标还没有得到 我要跟所有立位的团队讲 我们要做到世界第一 我是DVU 玉威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都在坚持着 想要去制造一个 真正公平的环境 每一个人开始的门槛都一样 不会有任何人 会有特别的待遇 让每一个加入玉威的人 不管你的背景 不管你的学历 甚至不管你有没有能力 只要你拥有一个 对的成功态度 只要你想要改变 只要你想要学习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成为那个冠军 而接下来 要表演的最后一位 在DVU 就是这样的一位传奇人物 他的存在 证明了我所讲的一切 一个没有背景 没有学历 甚至没有能力的一个人 但就因为他拥有一个最好的态度 很肯去学习 很肯去改变 而赶上了成千上万在他前面的前辈 超越了在他前面的所有强者 成为今天 VV国际的第一名 他的存在 再一次的确定了 VV就是那个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平台 我相信 今天世界各地所有VV人 会为他创造这个奇迹 而全体呼喊 为他欢呼喝采 他缔造了VV国际的全新记录 成为VV国际 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生的国际冠军 他是谁 他就是来自台湾的非马铃归咎 四反 邓玉恩 世上没人能一步登天 他知道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 我不是最优秀的 也不是最聪明能干的 但是 我会要求自己 不只是变好 还要变得更好 在游戏里的河满沙发 工作的環境 就是再怎麽努力打拼 它都有沒辦法去突破 就是再怎麽努力它沒有一個結果 然後隨著時間 隨著年紀慢慢增長 自己的內心也越來越恐懼 但是又沒有辦法 所以那時候就會在想 如果再找不到機會 可能這輩子就沒有機會了 在自己從事立會的這個過程中 一直看到許多的前輩 也在創造很多的奇蹟 自己做出意想不到的一些結果的時候 發現說其實是有機會的 是可以做到的 從內向到充滿自信 它爆發隱藏在纤细外表下的巨大能量 掌握自己的命運 決定自己的人生價值 這條路沒有捷徑 對我來說 溫柔自信剛勝強 就是以柔克剛 其實我小時候是非常怕人 怕生 但是一個人的時候又反而又覺得蠻大膽的 就是別人都會很怕黑啊 大家覺得這個怕我就覺得這個不怕 我就會去嘗試這個沒什麼 其實骨子裡其實算是蠻男孩子的 就是可能有柔的一面也有鋼的一面 我要認定一件事情不容易 但是我認定了一件事情之後也不容易動搖 別人要影響我比較難一點 其實在立會我得到的一切已經超出我的想像了 那我現在也是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 去幫助更多人達成他們的目標 以前我的達拼只是為了卑微的生存 那來到立會我的達拼是為了讓更多人 擁有更優質的生活 真的很不可思議 能成為立會國際的第一位女冠軍 別人很難想像我能夠做得到 真正去做可能感覺很難做得到 但只要用心只要想要 只要去做就一定做得到 我感覺到非常的榮耀 我是馮玉恩 我一定會繼續為自己寫下傳奇故事 人生中很多的事情並不是你能控制的 很多你沒有想像會發生的事情都有可能會發生 而這些事情有可能會讓你感到很痛苦 有可能你輸了 有可能你沒有錢 有可能你患上疾病 有可能你愛的人離開了你 這些所有不可控的事情的發生 在你肉體上思想上情感上精神上 留下一道又一道的疤痕 使你感到崩潰 其實這些留下來的疤痕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你作戰的痕跡 也可以把它當作使你失敗的傷口 你聽好了 其實你每一次的崩潰都有一個做選擇的機會 你可以選擇放棄自己 你也可以選擇因為這一次的打擊變得更堅強 變得更有韌性 變得更快 變得更有智慧 變得更穩重 變得更好 每個人的一生中 都得要面對不同程度的悲劇和考驗 而只有強者能生存下來 所以 我要求你對自己說 我可以打敗他 我能夠打敗他 我會打敗他 我一定可以打敗他 在難的情況 你只需要告訴自己 我一定會贏 你就會贏 不需要你有很高的學歷 不需要你有錢 不需要別人任何的幫助 你只需要告訴自己 我肯定能夠的 你就能夠 因為你的生活發生什麼事都好 多不順利也好 所有人都反對你也好 遇到各種問題和考驗也好 這些東西都不能阻止你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 唯一能夠阻止你的 就是你 只要你內心足夠強大 準備去奮鬥 準備去掙扎 我可以肯定告訴你 最終的勝利一定是屬於你的 因為真正的戰鬥 才正要開始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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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